台北市都市發展局20號晚間發函給遠雄 並且勒令大巨蛋立即停工 同時還要求遠雄提出改善計畫 結果是讓遠雄相當不滿 剛剛遠雄發言人蔡宗毅出面表示 將會就停工的部分申請假處分 並且公開質疑市府代呼職守 接下來不排除在法定期限之內提起訴願 我們一定會做一個訴願 因為他公文裡面也講到說 如果有不符可以在30天以內向市府的訴願委員會提起訴願 我們也會開始進行假處分 為什麼要做這動作 因為如果現在立即停工 那萬一大底沒有完成之前產生的危險 這個部分責任要釐清楚 在這之前遠雄負責任百分之百負責任 可是萬一停工之後的責任問題 我們也必須做個交代